吴尼朗 美女敏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带您来关心 永续发展是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标 花莲现场徐政卫推动宪政 以连结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为方向 那么接轨国际持续发展程序永续 那么在宪政府24号跟ESG科技创新推动联盟 攜手举办了科技创新奖金申请的说明会 为了让花莲现名在地企业 与回乡青年可以在微型创业中站稳脚步 为花莲在地业者寻求规划 从企业竞争力 品牌力 包装美学 企划提案等面向 务实地陪伴创业者强化自身的核心价值 我觉得这个平台就是一个集思广义 让台湾更好 让台湾更有序 让世界更有序 一个大方向的活动 所以在这里真为第一个除了感谢柠檬 来做东部的开办的说明会以外 花莲会也是在这里第一个 因为花莲在推动永续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花莲很少说永续 而是在我们在推动的 现正的推动理念里面 就是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因应四十节气 师在地用当令 而我们也希望天地能够和谐 这也就是永续 但是当初我们是做智慧农业 因应我们的小子华 还有因应农有的老人能力之后 我们必须要做人力上的调整 所以用智慧农业的部分 来赋予他很多的工作 而我们也希望留下未来的人口 所以在智慧农业 我们推动四级的智慧农业 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 以及上现场实力现场去做 大连大控股永续董事长 曾国栋指出 ESG科技创新推动联盟 与商业集团共同倡议 整合上下游生态圈 并整合各企业的专业资源 解决方案 以科技减缓碳排所造成的极端气候 为地球的降温进行翻转 用你本业的核心能力 去协助一些外面的 这些不管是融业 或者是营业 或者是其他企业 能够用你核心的力量 去帮助美人 然后回过头 对自己的公司也有一些帮助 那这个是非常是互惠的行为 过去里面 直接把钱购出去就好 那现在其实我们必须要去参与 也就是说 在ESG科技创新里面 有可能需要用到 我们一些科技的技术 然后去帮助农业 解决这些人力不足 或者是其他这个 比较自动化 或者其他的问题 然后这样才吸引 这个符合了永续的 这样的概念 ESG环境永续联盟发起 提案竞赛创新奖金双轨推进 总奖金400万元 创新提案竞赛总奖金135万元 商周集团鼓励乡亲 能够踊跃参与 让ESG科技创新推动联盟 为创业者能够强化 自身的核心价值 记者凌杰花令市采访报道